第九章 耶稣又对他们说 我实在告诉你们 站在这里的 有人在末尝死未以前 必要看见上帝的国 大有能力临到 改变形象 过了六天 耶稣带着彼得 雅各 约翰 暗暗的上了高山 就在他们面前 变了形象 衣服放光 极其洁白 地上漂泊的 没有一个能漂得那样白 忽然 有伊利亚和摩西 向他们显现 并且和耶稣说话 彼得对耶稣说 拉比 我们在这里真好 可以搭三座棚 一座为尼 一座为摩西 一座为以利亚 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因为他们甚是惧怕 有一双云彩来遮盖他们 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 这是我的爱子 你们要听他 门徒忽然周围一看 不再见一人 只见耶稣和他们在那里 以若汉 以若汉 以利亚 下山的时候 耶稣祝负他们说 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 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 门徒将这话传记在心 彼此疑伦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 他们就问耶稣说 民事为什么说 以利亚必须先来 耶稣说 以利亚固然先来 福兴万事 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 他要受许多的苦 被人兴万呢 我告诉你们 以利亚已经来了 他们也任意待他 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 害颠闲兵的孩子 耶稣到了门徒那里 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 又有民事和他们辩论 众人一见耶稣 都甚稀奇 就跑上去问他的安 耶稣问他们说 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 众人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 夫子 我带了我的儿子 我带到你这里来 他被雅巴鬼附着 无论在哪里 鬼捉弄他 把他摔倒 他就口中流没 咬牙切齿 身体枯干 我请过你的门徒 把鬼赶出去 他们却是不能 耶稣说 爱 不信的世代 我在你们这里 要到几时呢 我忍耐你们 要到几时呢 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 他们就带了他来 他一见耶稣 鬼便叫他重重的秋风 倒在地上 翻来覆去 口中流没 耶稣问他父亲说 他得这病 有多少日子呢 回答说 从小的时候 鬼类似把他 挥在火里 水里 要灭他 你若能作什么 求你怜悯我们 帮助我们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耶稣对他说 你若能信 在信的人 凡事都能 孩子的父亲 立时哭着说 我信 但我信不足 求主帮助 耶稣看见 众人都跑上来 就戚扎那污鬼 说 你这龙雅的鬼 我吩咐你 从他里头出来 再不要进去 那鬼哭叫 使孩子 大大的抽了一阵风 就出来了 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以致众人多半说 他是死了 但耶稣拉着他的手 扶他起来 他就站起来了 耶稣尽了屋子 门徒就暗暗的问他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 耶稣说 非用祷告 这一类的鬼 总不能出来 欲言受难 他们离开那地方 经过加利利 耶稣不愿意人知道 于是教训门徒说 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 他们要杀害他 被杀以后 过三天 他要復活 门徒却不明白者话 又不敢问他 争论谁为大 他们来到加白农 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 你们在路上 议论的是什么 门徒不作声 因为他们在路上 彼此争论谁为大 耶稣坐下 叫十二个门徒来 说 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 他必作众人末后的 作众人的用人 于是领过一个小孩子来 叫他站在门徒中间 又抱起他来 对他们说 凡为我名 接待一个像者小孩子的 就是接待我 凡接待我的 不是接待我 乃是接待那差我来的 奉主名的 不疑旁主 若看对耶稣说 夫子 我们看见一个人 奉你的名赶鬼 我们就禁止他 因为他不跟从我们 耶稣说 不要禁止他 因为没有人奉我 明行义能 反倒轻易 委扑我 不抵挡我们的 就是帮助我们的 凡因你们是属基督 给你们一杯水喝的 我实在告诉你们 他不能不得赏赐 凡使者信我的 一个小子跌倒的 倒不如把大磨石 山在这人的颈项上 淨在海内 倘若 你一只手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獄 入那不灭的火里去 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 就把它砍下来 你缺腿进入永生 强如有两只脚被丢在地獄里 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 就去掉它 你只有一只眼进入上帝的国 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獄里 在哪里从事不死的 火是不灭的 因为必用火荡炎叶各人 炎本是好的 若失了味 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 你们里头应当有炎 彼此和睦 有两只眼被换下来 我只是用不灭的 就像不灭的 蟹炎叶各人 就像不灭的 火荡炎那样 不灭的火荡炎 就像不灭的火荡炎 我真的不灭的火荡炎 不灭的火荡炎 你能够灭的火荡炎